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瞧瞧 也是一番风景 是吧 就是他们说以后全得靠着回力斜那个脚底那个纹 才能不摔下去 或者盘腿在这 这是现代人的修行 我觉得他们蛮有自我既致能力的 他没在上面做广告 他铺了旗砖 他可以做广告 没在上面写到 卖给加多宝 那从天空 从月球上看 加多宝叫什么什么的 枪枪三人形 很好啊 但是你真以为是要扑斯专吗 我以为是 你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了 你知道了 我知道 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给找平 我还是不知道 国家文物局的都去调查了 现在这个事情呢 某种意义上讲 是符合程序 依法合规的 给整成这样的 这就像今天咱们社会很多问题一样 为什么呢 这个里边啊 这次国家文物局也说啊 说这玩意儿我们也要反思 我们呢 批准了这个方案 但是呢 好像监管监督不够 而且据说这么弄 当地的人说找的是符合资质的 这个维修队 按照专家的方案这么弄 你知道他挑出来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 就是有些地段的长城啊 已经残破到什么程度啊 可能一下雨就塌了 那么塌了 他怎么弄呢 是不是某些专家认为啊 保护危险 我先用这个水泥啊 把它给蒙住 就是至少呢 他先别塌 我反正我看到他们找的是这么一理由 可是当地的有一个人就说的 说他这个铺的这个沙江水泥啊 有些地方我拿个木棍一捅就捅 捅漏了最薄的地方 就是咱们不知道 咱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呢 现在这个国家 这个今天中国就是一 网上一嚷嚷啊 那国家都重视 当地的都知道到 就知道认错了 就说哎 确实不好看 但是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 还搞得回去吗 他他他他他一捅就漏 不是能把它缠走吗 我们中国啊 我跟你说 有些地方现在对文物的维修和保护 我就觉得多灾多难的这个中国 现在啊 就是说文革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古物经历了一个浩劫 对吧 但是呢 现在有人说了 说改革开放之后 各地啊 打着保护 打着旅游的这个名义 造成的这个破坏比以前还大 就是说 很多已经不可不可回复了 没法回原状了 哎 我在我们老家附近都见到啊 那那个庙啊 木结构的大庙啊 拆了之后 现在拿水泥 做的那个斗拱 嗯 你这 这你是千古罪人啊 这些人 能雕出斗拱来 厉害了 那个水泥弄得很粗的那个东西啊 没有你你刚说的理由 跟我说的做广告没有冲突嘛 因为假如这个事情不闹出来的话 他下一步 这样弄了之后 这会有人想想点子啊 因为当初用这种所谓的维修方法 把它弄成这样 后来就有人贡献说 既然都这样做了 不卖白不卖 不卖作为广告地方 是很有可能 所以不冲突 那这种事情啊 不要说在什么内地什么城市 香港也一样啊 一样 可是逻辑是一样的 怎么说呢 香港有些公共地方啊 很好啊 最近几年都搞说 要鼓吹公共艺术 又有艺术品放在那边 艺术品放在那边 可是放到那边啊 大家会去看 会去拍照等等 那政府的相关单位就担心了 人这么多会被弄脏弄破 会说跌倒 结果呢 好好的一个比方说 刁刁科品 什么艺术品在那边呢 旁边呢 都拿了几个 我们香港叫做虚构桶啊 雪糕桶 一个很丑的桶 然后呢 就围着一条线 让你不能靠近 然后就说 请勿靠近 小心跌倒 然后呢 要你距离十多公尺 来看那个艺术品 而且你看过去 那个艺术品 旁边全部是那些 很丑陋的 那个那个塑胶 黄色的红色的桶子 那很难看 一样嘛 他当初用了保护文物的 那个出发点来弄 结果弄得一塌糊涂啊 而且我说做广告 这个有潜力的啊 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 缅甸 缅甸 你那时候去过缅甸采访 缅甸中部有个古城叫Pakon 中文翻译为巴昂 以前那是什么呢 被称为百万佛塔之城 很多佛塔的 我年轻的时候去过 二十多岁去采访 后来破落了 当然被谁打败了呢 被城汽西汉 他们带军进去 整个城没了 后来变成古城破落 最近几年 最近十年把维修 把它恢复旅游文化旅游 那我再去了一趟 我的妈 然后一样用水泥 把好多的佛塔佛庙 明明快塌下来了 把它全部弄得非常漂亮 然后旁边在做广告 可口可乐 什么百事可乐 什么Like那个 那中间一个大的佛像 抬头非常庄严雄伟的 旁边右边是可乐 右边是运动鞋 求鞋的广告 这个完全 好多政府啊 你缺钱用嘛 或是要贪财嘛 就这样做的 可是我记得就是 以前在腔腔也讨论过很多次 关于这个文物要 要是怎么整才算整嘛 一半叫修旧 无旧 对 但其实好多时候 我们从历史上看 它也是被破坏了很多次 或者是说后来的人 就当时我们说 古人前面还有古人嘛 那种中间那个古人 也会把它弄得 也很金币 会黄也好 什么也好 也都会有经历这样的过程 甚至有的时候 就你刚才说到像 就像缅甸或者那种地方 它跟有一些 就是当地人 现代的生态 结合在一起吧 其实也变成了 它的一种 在我们来看 很能反映 当地面貌的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 你刚刚他说 他旁边有可口可乐等等 就我们看到 也是像真的 他刚刚在开放的一种 就是这样一个架势 我还看到过 那时候在尼泊尔 他们那个时候 他那个神庙 神庙就是在菜市场中间 就是一个庙 完了以后呢 他们挂衣服 什么那个 就晾衣服 卖衣服 都挂在那个佛头上 他们就觉得佛 是生活在他们 就神明是生活在他们中间的 所以我说什么 那个老鼠爬到上面 狗 羊 就是他那个 那个庙里面都养羊 那个老鼠什么好多 因为他们认为 动物全部是神灵 说那个神说那个老鼠 是神明的那个使者 你也不能去打他 所以你到那儿 你一看 如果叫 如果照我们的观点 说这是文物什么 你应该把它给圈起来 给保护起来嘛 他们就是什么 他们所有的生活的 生活的细节 全在这个里面 那你看是不方便 是不好看 但是他就是那样 这是他的状态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说 为什么现代化很伟大 我就是 就是觉得现代化是对的 因为呢 这个 在很多落后地区啊 恰恰是现代化的 这个这个回光返照 才真正的保护下来了 一些个古物和遗迹 如果任由那个地方的人 说你这个传统生活方式 那过去的这个什么 那些秦砖汉瓦呀 在这个农村 就是当马槽啊 当猪圈呢 最后恰恰是现代文明 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的价值 他们才被这个 一手一手的卖出去 再才放在博物馆 甚至于你比如说像 像美国一个博物馆 整个把安徽的一个 是一个宅子 就是就是 每个柱子写上编号 运到美国的博物馆 重新建起这么一个 就是我就觉得反倒是啊 现代化好像 现代文明啊 它在很大程度上 保护了古代文明 就今天还能留下来 对我刚才我本来想接受 就是但是在尼泊尔 最漂亮的那个地方 它有一个古城 它整个的排水 就是地下的这个排水系统 是德国人给它盖的 所以它表面上呢 就会特别干净 它全在下面 那你刚才说的 就是现代文明拯救 我最近看到一些现象 我也觉得说 不知道是说好还是不好 因为有很多人 现在就是跑去那个福建啊 还有那个安徽一些地方 拆古宅子嘛 就拆到北京去做一个餐馆 也好一个什么 把它复原的是很漂亮 可是他离开了他的本土 我也不知道这样算 我跟你说啊 这事就是讲长城这个事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还是专家意见 为什么就说 甚至也有人说啊 你不要用好看难看说他 他都是威强了 他要塌了 甚至就也有人说 说专家之所以提这个意见 是说啊 比起你觉得他好看难看 我先拿水泥把它包 就可能更安全 好像至少这个是有争议的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争议呢 那长城协会的那个主席 副主席什么的就说了啊 说因为万里长城 中国现在国家就没有一个统一的 维护保护的标准 就是这玩意怎么休旧如旧 残破到什么程度 应该怎么办 你就是我现在就觉得 有一个问题就是 整个一个整个一个社会 整个一个国家 整个一个民族的美学啊 崩溃了 或者说乱了 你觉得这个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 比方说啊 你谁都不希望 90%的老百姓 他们也不是设计师 你不能指望他们多么懂得这个美 多么懂得这个文化价值 可是你看没有 在好像比较正常延续的社会里啊 他好像有一个共识 比方说神话传说里就讲 是圣人告诉我们该这么穿衣服 圣人告诉我们青铜器上面的文样 是这个文样 于是我们就这么去继承 我们就这么去做 比如说住在那个安徽 那个传统的那个徽宅里的 世世代代的那些农民 他未必能能够像今天的艺术家一样 觉得有这个白墙壁瓦是这么样的美 他未必意识到 但是呢 他有一个统一的范式 这个民族的人 他那个时候灰宅安徽的人 都住在这样的宅子里 你今天去日本看 也是这样 就他家家户户啊 有一种 还是有一种共通的美感 我觉得今天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地上啊 这种共通的美感 从官到民啊 都显得那么样的凌乱 那个困惑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恰恰三元行广告 之后见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 因为刚还是长城的问题啊 就是说好像 听起来很对啊 现在要那个可能会塔倒啊 我不管你觉得好看不好看 先把它保护起来啊 好像对的 假如你把什么美感的好看不好看 跟倒跟不倒 这样对立起来 当然啊 给我就会投票 对 赶快把它封起来啊 重点是说 封起来的选项是什么 有没有alternative 有没有其他的选项 除了用个水泥 不拟 不管三七二十一 最快 最省钱的 最简单的 啊 没事 封起来吧 把它填平吧 OK 难道那么多专家 就算啊 就算你不能 也不能把借口 把理由推到 因为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你不用什么都要 国家有个法定规条 什么叫你这样做 你才做 要嘛 要干嘛 要专家 随便找个水泥工就好了 所以呢 专家就说 一定要 你的责任在于说 找出不同的选项 然后美感怎么样平衡 甚至分阶段的 好 假如你是封起来 因为我不封呢 他后天就倒了 好 封起来 你要可以分歧啊 OK 我封起来 一个月内 有其他的方案 调动资源 把钱拿来 在政策上面 要审批 过关 我三个月内 会做到什么 半年后 做到什么 这样才是一个 负责任的 行政的流程 不能 所以你就看到 这个事啊 从一开始 从县到国家文物局 这都符合程序的嘛 一级一级批准下来 最后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让我想到啊 哎 我们这个民族啊 社会啊 是不是失去了一种心情 就是失去了一种共识 你比方说啊 我去日本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呢 到处都有这个青台 你注意到没有 这要是咱们不知道的人 就哎 干净的人 这墙上的青台的 就铲掉嘛 你会发现呢 他几乎 普通人家 他留着他这个青台 甚至他精心打理这个青台 这是一种美 而这种美 你看 他几乎是每个人都了解 那么我 中国文化影响日本 其实不光是唐朝 受南宋的影响还很大 我过去以为啊 就是说 这个日本人珍惜青台的这种东西 他说他们有一种美学 叫物哀 就比如说樱花那么美 哎呀 转瞬就飘落了 所以这就物哀的这种心情 我就觉得今天中华民族缺少了这么一个心情 可是我有证据表明 我们不是一直这样的 当年日本是受了我们的影响 因为什么呢 我原来以为这个青台的这个东西啊 是他本民族的一种美感 但是后来我想到了一首诗 你我也给你看看日本 我在日本东京啊 有根金美术馆的庭园里 你发现没有这个这个时刻 他的美啊 一半是人工 你再看下边 一半是天成 是青台 对吧 他精心养护的这个青台构成了他的美 然后我想起了什么呢 中国的南宋的诗人叶绍翁 英莲基池印仓台 小寇柴飞久不开 哎 我就跟你讲这么一种 误哀的这种心情 就是哎 他去游园 你看日本到处那个小柴虎门 没开门 然后呢 人的心情可以细腻到这个程度 为什么没开门啊 他猜想 主人啊 可能是怕 我这个木鸡的这个鸡尺啊 踩了他的仓台 这个里面 这个你看莲 这个莲 莲子清如水 就对于一个东西的爱莲 这个青台 哎 我这个鸡尺 而且你看这个中国的诗词讲究用字 印仓台 这个鸡尺是多么轻柔的 轻轻的走在这个仓台上 是印仓台 到底是连这个鸡尺印上了 染上了仓台 还是仓台踩在鸡尺 鸡尺踩在仓台上留下了这个印 人的这个心情 所以我就有过去有人讲 日本是悲感文化 哀感文化 说中国是喜感文化 但是我就是在这首诗里得到感悟 就中国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文化啊 他是还有一个由哀到喜的一个飞跃 因为下两句是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今天说什么 马荣为什么一只红杏 这都是变变糟糕了 这个意思 所以你就是从这首诗验证 觉得是日本人喜欢 青台是从中国来的 是受中国美学的影响 这个也太太民族主义了 可能两两对 可能两方面他都 他日本的 大家都发现 日本呢 这个又受到很多文化的影响 但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是比较主要的 我其实所讲的就是 你你会看到从什么时候 中华民族失去了一种美感 就是爱惜旧物 这个残缺的东西 哎呀 就好爱 甚至产生一种悲凉的那种审美 哎 看看罗马废墟 古罗马的这个废墟 包括苏格兰的那些 这个 哎呦呦 苏格兰 我看着那个苏格兰十世纪 十几世纪时候的教堂 就是一堵残墙啊 那个墙随时都会倒啊 但是他所有的科技 都是在支撑着这个墙 不倒 他不会给你加建 不会给你抹平了 因为照要照我看 这废墟比那个完整的还美 他就是一种美的 因为他里面有时间嘛 时间是他最好的 废墟的美学嘛 废墟的美学 欧洲是 我刚说文涛的 我觉得 他的思考路线图是这样的 先从马荣 然后看到一只红杏粗长 来对接两句感兴趣 然后找的时候 也找到前面那两句 然后想到刚去完京都 去完东京是这样吗 你把它叨过来讲了一点 我以前去了 我在微博上发这个照片 我觉得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种 对美的共识 其实我觉得是 好像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别的社会可能 比如说像在英国 我觉得他们有个共识 英国人觉得 乡下是最美的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个那个countryside 就是他如果能够 在乡下有个房子 或者去一趟乡下 他们就觉得特别美 他们心里面 都是有一个乡下在那里 然后呢 我们好像现在你说 什么是我们共有的美呢 好像确实挺缺乏 但你比如说 像我父母那一代人 要是看到 我跟你说 他要是看到 今天拍卖会上 卖的很多名士家具的话 然后我们家里有一件 我父母那一代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会把这些当皮下扔了 就破破烂烂的 甚至你比如说一个轻通器 几千万 这要照很多 我小时候的邻居 他们要是看 这个肺破铜烂铁 你疯了 你知道吗 他这个新的 他这个是革命美学 他就是 我就是要 破旧力新嘛 对啊 就是说 可是我跟你说 中华民族不是一直这样的 但是我们前三十年 都是这样 我们前三十年的中国梦 就是发财 国家要致富 人民要致富 三十年 现在是更长时间来 一直是这样 但这个车就是 现在就是杀不住了 就是除了要发财 大家要致富以外 这个东西 现在需要别的东西 填充进来的时候 你就是有一个空缺 除了发财 假如我们把时间 再往前推 我们都知道 无数的研究都告诉我们 从清末 中国人那种被 所谓的帝国主义列强也好 基本主义 西方文明 现代化入侵 引起我们那种焦虑 所以在中国才几十年 有大的辩论 对吧 全盆西化 还是什么现代化等等 所有的很多研究 从清末到民国 所有的广告形象 什么叫新 什么叫美 什么叫强 什么是好 就是西方的高 大 明亮 新 这个东西 那在欧洲也不是这样 没错 这是一直下来 可是我们会这样说 不对啊 民国三零年代 四零年代 还有一些美学的东西存在 对啊 那重点在说当时整个意识形态 对于西方 这是美高大量星等等 有打底在那边 可是当时还没有一种政治能量 或者说市场 无所不吞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能量 让把所有的包进去 对 所以呢 你可以追求那个 可以还是要完美的 玩文物玩什么 后来这两个东西都变化了嘛 有个很大的政治能量 文革的时候 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后来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 后来就是市场的能量 所以呢 就把所有吞掉 可是文涛我不同意说 中国人真的全部没有美改 我们经常跑北京 上海 不同地方 看到一些一些不同年龄层的 中年也好 年轻也好 都很懂啊 很爱的废墟美学啊 可是问题没有那么足够的能量 去支撑他们 把那种美感的声音 确定上来 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啊 我们缺一种心情 就人知不知道心疼东西 我跟你说 已经甚至是我们这个行业 我那天跟我们这个 有些那个编 编导跟他们讲 因为我们有时候节目里 这个家会经常说一些 不该说的话 他剪 我说你要剪一个东西啊 我说我如果剪一句话 我可能剪半个钟头 我说我是带着一种心疼 就是咱们的嘉宾 他讲的多么好 他只是这句话不合适 你只剪掉必要剪的 但是我看见很多个大老粗 你知道我都讨厌 他们做不好工作的 就是咔着咔着就 我说你没有一种心疼 你对这个物料 对于这个材料 对于资源 你不心疼它 你去剪掉 只剪掉最必要的 你知道吗 就保全 我觉得这种心情 咱们太缺乏了 因为你讲 你讲心疼就没有效率啊 我们过去的大家一直所有的事情都在讲效率啊 你没有效率怎么行啊 我们国家发展靠的就是效率 你心疼不心疼这个长城 对吧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以军 以军发表 没有你刚才不是说到说 它这个长城整成这个样子 有个问题是万里长城吗 因为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 好像来管 统一标准 对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一个 对长城有个真的有个共识呢 长城算不算中华民族的象征啊 在你们的兴趣当中 因为我说一个特别 就特别好笑事情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 我一度 我想写信给政府 就是说长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但后来不知道给谁记忆 就没写 因为我当时真的我在想 因为长城 它是我们以前汉族为了抵抗 这个游牧民族嘛 费了好大人力建起来 但是游牧民族进攻的时候 他们经常把那个城墙就拆了 其实你是挡不住他的 你到最后其实成为一段 禁锢的这种历史摆在那里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羞耻的历史 为什么要当做一种精神的象征 到后来他也有争议吗 比亚还有首歌叫那个长城 围住了古老的国度 围住了事实的真相 他就是说你这个长城 是一种闭关锁国 而且也没挡住什么东西 还在那天天修 这个东西我们在 当然你作为一个文物 我还是心疼他的 我还是希望他上面那些漂亮的砖 能够保留下来 但是他作为一个文化的象征 民族的象征 我们有共识吗 他可以是一个文化的符号 而且这个符号 我不觉得需要共识 十多亿人 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性别 它可以是一个符号 看你怎么样 说难听是怎么来操弄这个符号 说好听的 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符号 同样的道理我们知道 人类历史有一个悲剧 越壮观的文明 其实背后的血腥味 财富高度的集中 奴隶做这个东西 我们都知道 它背后一定有这些 惨不忍睹的东西 问题是说 你怎么样把它全吸出来 比方说长城 我们难以想象 当时的人为了抵抗 为了生存 简单来说 那个意志 有那么强大的will 那个意志 要这样来动员起来 当然很多是很惨的 要强迫你去建长城 那个我们 我们欣赏的 是背后的那种 人类对着天 或者对着生存环境的困难 威胁 那种抵抗的意志 看你怎么样来处理 我觉得不是人类 是当时的这个 这个统治者 甚至我怀疑 他当时建长城 不是给外面 给游戏民族看的 是给国内看的 我有这个能力 调动这个举国之力 或者怎么样 就像是在英国 不是有个巨石症吗 特别特别大 那时候修这种大东西 就是给人看说 我我有这个能力 来造就 其实有什么用的 就祭司也用都没有 我跟你说啊 古代艺术就是这样的 你甭管它是为了什么 但是它是人类创造的 作为文物 我可以理解 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 你今天的人看它 也不会想到什么政治 你想到的 就是人类创造的 一个东西 我是 你是 亩 亩